谈讨韩战 其实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当代台湾的 任何动态 跟朝鲜半岛 牵一划 注意动全身 我特别来探讨韩战的根源 以及对我们 现代台湾的影响 我邀请一位专家 来跟大家对他 英文会设是 关键人物面对面 欢迎大家回到 新闻大解读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胡宗信 今天新闻会课时的单元 我想来谈一下韩国问题 过去我在这节目 经常邀请到一位韩国问题专家 林秋山教授 来谈当代的新闻的趋势 今天不会想切入韩国问题 但是我想从一个比较特殊的 历史的终身 就从韩战 发生在1950年代的韩战 绝对近代 现代的韩国史很重大 所以我今天邀请到一位 韩战的研究者 他本身也在我们的政府公司 还在认识 是新闻局的黄俊泰先生 他专研韩国语文 也曾经赴韩国留学 因为他的韩国专题研究 所以他对韩战 见解 很有见地 所以要请到黄俊泰先生 来谈 最近南韩 因为FTA跟美国 跟欧盟 是很少数的一个签署了 然后跟中国即将签署 对我们台湾的国家 他经得很大的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容议题 其实政府当局会透过不可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国际因素 所以我邀请黄俊泰先生 俊泰兄 来跟大家来谈 他对韩国问题 尤其是韩战的见解 俊泰兄你好 胡大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并不是外交系统 而是新闻局因为专研 韩语是不是 可以这样说吗 我是在新闻局属于 国际新闻人员 那我是考韩文国际新闻人员 那你到韩国书在国吗 我在韩国留学三年 最近这几年倒是 因为也有感觉韩国的一些变化 倒是有三次到韩国去 然后参观了一些 有关韩战的一些 他们对韩战的一些纪念 这方面的事情 因为我对韩战这方面 其实一直很想去理解 那也随着恶国的一些档案 资料的解密 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 慢慢有新的见景 他们也调整了 他们以前所讲的一些 对韩战的那个角度 因为就是前苏联档案的出图 已经解密了 增加很多苏联观点 对增加了 就是说 对韩战的真相的解密 有很大的影响 你刚刚提到韩战前 我想先请到一个 失败的一个最新趋势问题 就是3月5号南安政府正式 以美国之前欧盟 即将跟中国的FTA 就是双边贸易架构协定 已经要开始了 这对我们台湾是非常大的压力的竞争力 你如果针对这个议题来说的话 你觉得压力在哪里 对我们 当然在贸易上 因为他们可以 透过这个合作关系 让他们自己 他们的伙伴关系会更加紧密 另外因为 其实在韩国内部 也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 他们是认为会对他们 国内的一些业者的生存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不过这个声音是 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气候 反FTA 反FTA 对 还是有 但是政府的主导下面 我想应该会慢慢解决到 这些管队的声音 所以这一提也是 我们政府当局坦白讲 必须面对的 目前有关美牛或者所有金融政策 其实背后还介绍 台湾跟南韩之间的国家竞争力 对 我记得我曾经跟我们政府高层 谈过 他说其实 如果在这几年不赶快把TFA 结束的话 其实 两泰营营中心 最后跑到南韩去 都不是台湾了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对 我们今天并不是谈一个 这一层面只是说 你刚才有提到说 你曾经几度到南韩 专门研究韩战 目前南韩有类似韩战的研究中心 或者博物馆 或者相关的机构吗 是蛮多的 很多 比如说他们国防部下面就有一个叫军事编转研究所 那这里面就收集了非常多的韩战的资料 他们韩国本身的所有的军官的军级资料 还有在韩战中各种战斗战役中的那种事后的访谈记录 都保存得非常完整 那他对中国大陆那边收集来的资料 还有美国的档案的资料 都复制很多 尽可能收集 包括其他国家的日本的韩国的美国 都有收集 那他是金市编转研究所 其实是非常 他网络很多的民间的学者 的研究者在帮他们做这些资料的整理 还有他们都固定在出书 那比如最近他们又重新出版了 那个韩战史 那已经出版到第八册了 那他这个重新编 就是把最新收集这资料 修正了他们以前对韩战的一些看法 那而且里面都补充了很多的那个地图 还有关于那个地理形式的那个介绍 所以那个他们这个研究所倒是非常的积极 而且出版的数 都蛮平坦的 对好的 关于韩战研究所是南韩军方 直属一个研究单位 对对 我们刚刚在进行对谈前 我先跟你聊一下天 就是我们毫无疑问的 战争这个国家民族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但是你也提醒 因为这个创伤反而让南韩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动力 这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南韩急着 很强烈的报复要在国际经贸界要出头 他还希望起进集团体嘛 甚至南韩有想法说我要变一个大国 他还有大国意义 为什么韩战的创伤反而变成一个国家竞争力 一个那么大的动力 其实北韩一样 北韩也要说争取大国 双方都在竞争 为什么韩战对他们的意义 既是创伤 既是动力 为什么 最大的动力就是说 他们经过了异代 就是被挤在大火中间求生存的这种 历史的这种悲剧下面 他们本身就已经带有很大的忧怨的心情 那又经过了日本的殖民之后 他那种伤痛更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一天就可以把它缓解了 尤其他们目前都还有一个委员会 就是专门在把以前的亲日派的一些人士 把他揪起出来 他们还编着明刻 现在还在做 对 还在做 所以他们就 类似说汪兴慧正前还把它 先出来再研究一下 对对对 研究一下 哦这样子哦 所以以前的有一些将领 他们虽然即使在韩战中有很大的贡献 他们还是把它 一旦把它归入亲日派以后 就连什么那个建议什么纪念碑 或是什么那种 做什么要面对什么 都会抗拒 就会出来反对 那我听说 那葡萄区不是日本师官学校毕业的吗 对啊 那怎么解释这一段呢 对啊 所以他们对这一部分都有在批判 哦 所以葡萄区在韩国人的心目中 其实也是正反两面 大家都这么不休了 但是那时候的军会到 如日本师校不可不是吗 对啊对 所以就回到韩战了 那韩战又是另外一个变化了 韩战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韩国军队是不堪一击 他们的训练也好 什么都都非常脆弱 所以一开始就被北韩打得豆花流水 然后呢到了 即使艾加斯在仁川登陆 带他们一直到压力一下 去摇一张 摇那个压力香水 那个照片很有名 让韩国人觉得很有面子 但是接下来战役当中呢 中共发动了一二三四 甚至说第五次战役里面 韩国军队常常都还是不堪一击 那中共呢也专门找韩国军队的弱点来突破 那这给韩国造成很大的 他们很爱面子啊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很四面子 那在第五次战役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叫做县礼战役啊 那里面的指挥官都逃跑了 所以大家都开始检讨 为什么韩国军队会这么脆弱 然后呢他们寻求要去改变 韩国军队的体制啊 他们就要求那个美国协助啊 他们就派了到美国去留学 那时候还在韩战当中啊 他去留学 然后这些人回来呢 开始在训练他们的军队 所以到韩战的后期啊 韩国军队已经变得越来越调盛 他们在白马山战役啊 还有像龙门山战斗啊 然后好几个战斗里面啊 甚至在中共很自豪的那个 张堪林战役啊 都给了中共军队很大的苦头 那中共军队也从原先一直嘲笑 韩国军队的那个态度 到后来也慢慢有点修正 他们知道韩国军队慢慢越来越强啊 那在战后之后呢 美国更是支持他们 在这个建军方面 去尽量去支持他们 那从军事的发展 军队的现代化 之后呢带动了工业化 带动了他们的那个 经济的发展 所以韩战变成说 现在韩国重新战起 要变个大国的很重要的一个 创商也是动力啊 变成它的动力 我想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钻研韩战 因为这是一个被遗忘的战争啊 其实韩战也罢 越战也罢 因为美国人不应面对 所以大家忽略了 所以在我们的出版这本新书 这是由美国非常有名的 名作者 名记者 叫做大卫哈伯斯坦 他是赫赫有名的纽约时报记者 其实他过去在采访 越战就非常有名了 他还得到普利斯奖 哈伯斯坦 他也就在几年前啊 出版本书叫做 最寒冷的东间 寒战真相解密 这本书的出版本就很有意义嘛 是不是 对 我看这本书 哈伯斯坦的这本巨著 意义在哪里 这本书它把它去名叫最寒冷的东间 它的重心是放在那个寒战里面最美金最艰苦的那个阶段 就是说1950年10月开始到1951年2月之间 到中共所谓的第四次战役之间的一些过程 那当时过程会产生这样的过程当然有它的背景 那当初的美国政策怎么形成的 那为什么美国会参战 为什么中共会参战 为什么金字城会会发动战争 他必须要做这些交代 所以他就把那个美军的一些挫败当做影子 然后开始来谈论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里面最重要他批判了那个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将领 和总统之间 行政单位之间的冲突之后 麦克拉斯跟鲁门总统之间的纠葛 这一个一个险学大家都看 对 然后知道 对 但是在这部分呢 他对于那个麦克拉斯的这种值得 我是觉得 是有点 过头的一点 因为 麦克拉斯他们的 他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当时的实在的背景 那 刚才提到的这本书的意义里面 其实重点也不是在麦克拉斯这边 因为他提到了 我觉得重点是在他后面的结尾里面 提到了韩战对美国 对韩国 还有中国的影响 那这个 这里面就分析到了这个战争 虽然被称为遗忘的战争 但是这个被遗忘的战争 慢着伤痛呢 其实慢慢已经被 被治疗了 像以美国来讲 美国人军人推不进回到国内之后 都会觉得很没面子 认为他们就打了一个败仗 那也很不愿意去谈这个战争的上红 可是随着韩国的发展 韩国成为一个经济上面一个很强大的尸体以后 他们慢慢救人组团啊组队啊再回到韩国 去看他们以前发展的地方 然后他们看到了韩国 这么 这么 强大的发展 他们很压抑 很压抑 然后他们的 韩国人对他们表达那种感谢的 那种感谢之情 让他们也觉得 他们的 这个战争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有代价 这个观点太好了 其实不久前我也看到 在《未来电视》播放一部法国影片 不知道我们朋友们有没有看 走印度之大 这样在越共 赶走法国人之前 那个整个法属殖民地 安然的一个状况 话我看我觉得 哇才了解 原来法国人怎么解读 前安然殖民地的状况 所以可以了解 这个朝鲜半岛的状况 是 因为我们过去在很多的国家地理频道 以及发现者频道 或是只有HBO这一块 有很多影片 但是我都觉得是美国观点 你不觉得 对 而且太美国的中心主义了 是 但这一位 哈勃斯坦是 反而跳脱美国中心主义 来公允的 好像说凌空的看 这个功力不简单不是吗 是一种评论 对 因为 哈勃斯坦其实是一个 在 应该算是说已经 反共的几乎没有那么强烈 越战的时候 他其实是反越战的人 然后他对于反共的态度 意识形态没有那么强 他也是抱着一种同情的 他写这本书的动机就是说 他碰到了一位在参加 越战又参加韩战的一个将领 然后呢 这个将领跟他讲起了韩战的一些痛苦的经验 然后也讲起了 他还含蓄的 讲起了那个 这些将领之间的那个 的斗争了 所以就引起他写这本书的动机 他也是累积了非常多年 所以他跳脱了那个 比较传统的那个 以反共的立场 或者是民族的立场 来写这本书了 所以他就据实的把很多的 以前虽然大家已经有慢慢都有一些了解 也蛮知道说麦克阿瑟跟杜尔文之间的纠葛 但是他把它更详细的 连他麦克阿瑟的父亲的一些经历 对他带来的影响 还有他母亲对麦克阿瑟的影响 都把它继续名义的写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读起来呢 那个人物非常的鲜活 他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 对 老剧者都说故事高手 确实 所以这本书就变得很吸引人 读起来很不哭的 绝对不会哭到 我自己也有一位美国朋友 岁数比有大很多 他就是美军的韩战退伍军 他一生挥之不清的梦魇 他说他也是在韩战在群圈 在也是半夜的站缸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子啊 从前跑过去 他本人呢 就拿起来就把那个小孩子的头打碎了 哇 碰一身就碎掉了 他耿耿意怀 直到多年以后 他娶妻生子 他的儿子族军校 在军校时候受信突然死了 他还是认为那是个云果暴云 他不是活教主 你看 等到他自己饿死了 他就回到韩战 把一个小孩子的头炸掉这样子 这是一个创伤啊 其实这个是挥之不清的梦魇 这小例子而已 我想你到韩国 问任何人 他都可以讲述这个故事了 好 我们在谈这本书 最寒冷的东西 其实哈伯斯坦 他的名著是 The Best and the Best 来介绍甘乃迪时代 一些一流精英 但是他探讨欲战 也探讨韩战 我们等一下邀请 黄俊泰先生 来解读这本 这本书并不是历史书 而是2007年出版 才五年前出版的 综艺本 最近在台湾上市 我向大家介绍这本 最寒冷的冬天 韩战真相解密 等一下再来看 这是天靠城的声音 这是战水静靠的声音 这些都是六堆嘉年华的声音 2012六堆嘉年华 和第47届六堆运动会 热闹登场哦 有花车游行 电影分开池 还有烟火瀑布 雷射灯光秀 7月17 18号 欢迎来秦东 勇达技术学院 和我们一同感受 六堆的热情 与活力 运送广告 由客家委员会提供 知名美食节目 主持人 明天都忍不住票来推荐的是什么呢 对最巧克力牛奶 使用百分之百的高优质煎乳 搭配欧洲顶级可可的浓郁华盛 真的是好纯净 好美味 叮计太太 你的身色怎么这么好 有什么养生秘诀啊 我只听了刘宝贝贝的广播 做了美国神奇的能位勘一 帮助了全家调整体质 真的吗 弹丰富正式行为的能位勘一 能使长到蠕动 还变盛场 促进食欲 帮助孩子正常发育 帮助入妾 精神旺盛 我老公的体力也增强了 太神奇了 快到台中民权路向上路口 优良服务GSP国家认证的牛面包厂 打电话 0800666616 端话 04752 1139 健康说到家 我的心回不来了 我参加了华航冲绳高时尚活动 得到特制游泳卡 推荐朋友请卡本费值得一天 报名才送限量海参鞋 牛九布里杯DIY 毁于大宫答案票过来喽 行动就上网搜寻 静安旅游 中网新闻网 news radio 让书本与你为友 让真理与你为友 胡忠信每日一书 朋友朋友 我今天介绍一本韩战的 应该说经典的研究 虽然是一位记者 但是他具有史观 作者是大卫哈伯斯坦 他虽然已经几年前因为车祸过世 但是他的经典 英文本成为上销书 中文本最近在台湾上市 书名叫做 最寒冷的冬天 韩战真相解密 这本书目前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刚刚上市 这本书是谁 毫无疑问是金日成 他要一统韩国 一统朝鲜饭 你认为一到过就是自拍而已 最早发动者 为什么 这个部分 因为最早以前 共产阵营一直都一口咬定 是李承晚 李承晚发动的 李承晚当初 也的确有很多言论都说 他要去攻打北韩 要统一韩国 他有这样的言论 但是其实他的实力很弱 他有喊而已 对 又喊而已 美国也不支持他 所以美国连武器也都不给他 那正在这背后 反而苏俄和中国 都一直在对金日成都有蛮多的帮助 比如说中共把军队中 朝鲜级的军队 大概有三个四 就移波给金日成 那苏俄也提供了蛮多的武器给他们 可是在这被诊之下 让金日成产生了自信 他认为他有实力可以来统一韩国 而且在短暗的三个月内 绝对可以把南韩还原打败 刚开始的那个大家都有顾虑 因为难道不知道会引起美国的揭露吗 日本的移力吗 甚至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是吗 这种政治计算难道都没有吗 有 刚开始的时候 俄国 中国 美国都互相都会害怕 就是说这个南北韩之间的冲突 会不会引起立花战争 然后甚至他们非常感谢的 就是说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且核子战争 对 中国都永远核武了 对 所以很害怕的是这一点 所以都很小心翼翼的去狂备 那这个时候呢 苏尔也撤军了从北韩 那美国也从南韩撤军 都只留下一些顾问团 那那个艾奇森呢 那个那时候美国的那个国务群 他甚至发表了一个言论 就是说他对韩国 就是不把它画在他的保护区里面了 所以呢就给了那个 因为台湾都被放弃了 对 对 还被中国放弃了 对 所以就给了那个 给了金日神一个误解 还有给那个史达林一个误解 就是觉得啊 美国绝对不会介入这个战争 所以这个打南韩应该是 文以爱 结果没想到 美国还是介入了 还是很快的 美国后来到时候看 他不允许这种共同反党的骨牌 在亚洲发生效运动 那其实刚才 其实在一直就 就是跟那个史达林讲 说要求他让他发动这个战争 因为那时候金日成 他还是得靠这个苏联的力量 他才能去发动 而且听命于苏二 没有苏二的允许 他是绝对不敢发动 所以是拿一辆力量 他才敢 对对 那另外这方面 中共的因素也是蛮重的 那毛泽东为什么 是主动决入才被动呢 为什么最后连毛泽东也选进去呢 为什么 毛泽东刚开始 因为那个金日成就拿着那个苏二的这个力灯啊 去跟毛泽东讲 你看现在苏二已经答应我了 拿羽毛当令件 对对对 那那个毛泽东就就答应了 好吧 那去金日成去化妆战争了 但是没想到金日成啊 没有办法如期把韩国南韩打下来 然后反而被那个人参登陆之后呢 就一路溃败了 发回压力将断 对对 那这时候呢 就1950点10月的时候 他赶快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那个子弹人求援 叫他们一定要派兵来援助他 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还很犹豫 虽然他知道 他不得不一定要来协助这金日成啊 因为他其实在 金日成化妆战争的时候 毛泽东就有这种准备了 他也知道说这个很可能啊 他会被迫检入 那毛泽东呢 虽然犹豫 但是他有一个 还有就是说将领也都反对啊 那时候的 这几个重要的中共的军队的将领都反对 像那个谁 多恩来反对 对多恩来反对 他在这种情况下 后来他还是转为支持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判断韩战可以带给他一个声望 还有就是说他可以稳固他的政权 把那些前国民党军队当炮灰嘛 对 然后这方面就是说可以让他的那个统治更加合理化 所以他就轻而周旋 他知道美国的实力啦 但是他还是协助了 然后 那个斯卡林也把中共跟北韩当作他的一个棋子在下了 对 国际政治 确实是这样啦 好 在这里面我们要探讨就是杜鲁门总统跟麦克阿瑟将近麦帅之间的冲突 其实变一个后来 震撼一时 所以麦帅被逼走了 对 一定有原因啦 虽然 麦帅是一个非常政治化 而且 幻灵高论 对 还臭胖 然后很凌空的 其实跟巴正将是蛮类似的 但不麦两人之间的冲突 一定有个道理 你怎么看 所以这部分最先的冲突可能就是说 麦克阿瑟他本身的气质啊 他就是看不起那个政治人物啊 他们认为他的江山都是军人打下来的 政治人物都是都是 村子在水啦 对 对 非常看不起 所以呢 即使那个兔人们要去见他啊 他也感受了那个 你说在威克岛的见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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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给容的那个镜头了 对 就是 所以那个就种下了那个两个人之间的情结了 嗯 那接下来在政策方面的咨询方面啊 那个麦克阿瑟都有自己的组件啊 嗯 比如说 麦克阿瑟跑来台北看那个蒋介石 这都预约 预约一个军 对 对 对 都是没有经过 这给中共一个错误信息耶 是啊 就是 也讲自贡了嘛 对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给杜伦们带来很大的 头痛 头痛 会解决不可 对 那接下来韩正当中的那个过程就更不用讲了 他有很多的过程当中都是 所以你觉得问题应该是在卖帅 而不是杜伦们啊 明明照你这样说 确实是 应该是卖帅要承担比较大的责任啊 那尤其在那个背景之下啊 呃 美国的这些政策的财新啊 都是有他的 他的时空背景啊 并不是他有他的顾虑 已经不能再等等了 对 唯恐再变成一个世界大战嘛 是 他并不是说他们对共产党的姑息或是什么 可是他们有自己的 的评估啊 所以他有自己有蛮多的那个顾虑啊 他就是从三方面的 他以军人的角度 军人就是要起胜啊 台湾的流行画 谁才是最大的老板 哈哈 他搞清楚乱逛啊 我想我们主要是集中于这本书哦 最寒冷冬天 这是一本经典巨著 我希望听众朋友来看 因为在中文的艺术里面不多 包括中文的研究也不多啦 而且这本书是根据各国不同的档案 而且这个作者哦 大卫哈伯山是一流记者哦 如果说他得到教训 对我们当代人来说 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你自己的观察 你自己的研究 战争哦 其实是大家来讲 对大家来讲 他没有所谓的对错 他本人就是一种罪恶 你讲得好 看着这种罪恶 本人就是一个罪恶 因为在战争当中哦 在怎么有休养的国家 比如说英国在韩战当中 他还是有做那个 强奸啊 或者是 强奸 他这种 做奸换科的事 他还是做得出来啊 然后在战争当中 比如说那个老根底啊 美军杀了很多的那个 韩国的那个 拼命百姓啊 这个都是在一种很恐惧的 心理之下做出的 就像刚刚你提到 那个一位 有一那个军官 他在 巫医师当中就是杀了 不能的 这战争就是给人 扭曲了 把人生都完全扭曲了 所以再怎么样 战争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是要尽量去避免战争 那要避免战争就是要去了解战争 尤其是韩战的起源 我们常常 我们可以从韩战的问题里面看到 大家对战争的很多的判断当中呢 有很多的错误 美国也好 也做了很多误判 韩国还有那个中国呢 都做了很多误判 导致这个战争越滚越大 然后都一发不可收拾 那为什么这样 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战争的起源 还有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误判 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战争的一个原因 那对台湾来来讲呢 我觉得更是要继续这个教训 那因为我们台湾人一直把这个韩战都遗忘了 我要说把韩战遗忘最深的国家 大概就是台湾 讲太好 没有韩战没有今天台湾 是啊 真的是这样子啊 因为韩战杜鲁明下令地区舰队 巡防台海嘛 对 还没有被释放 对 的确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觉得台湾在这边会把 会在这部分做一些误解 因为美国协访台湾 或者是对那个台湾的一些政策的改变 都是迫一切子 是一种无奈的情况下 他并对台湾并不是很真心的说 台湾是一个很值得的 是战略上的一个要点 所以他才来协助台湾 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美国取派的一个棋制吗 对 是这样子 我们不应该 美国内海太平洋的一个棋制吗 是啊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些 美国对我们的这些好啊 比如说他给我们 帮我们定了这个所谓的 台湾关系法 那这都是一种 他有他的副甲利益 利益反对 那现在呢 台湾在跟 大陆和解当中 在这些微妙的变化当中 美国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看 不高兴啊 对 所以这个 你干嘛总统 前一天说这个平台的这个 不可行 是 我用膝盖想要知道美国压力嘛 对 所以 我们都要好好去想想这些背景 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我们更该遗忘啊 真的是这样子 你刚刚提的非常好 我们台湾两次的命运 都跟韩国有关系 家库战争 对 台湾 对 蜻蜓出卖给日本 对 家库战争 跟韩国有关系 韩战 台湾 遗免被刺化 光这两个因素就知道 我们台湾跟 韩国 朝鲜半岛 好像一一带水 互相牵制 互相纠葛 好像跳天狗一样 其实有一本书 你刚刚提到非常好 我一直想找机会在我的节目介绍就是 因为美国非常好的民间学者 历史家叫做巴巴拉塔克曼 所写的《八月炮火》 探讨1914年八月第一次大战爆发 这本书其实也有综艺本 但是没有人介绍 我也早时间来介绍 也就是从第一次大家得到教训 里面的镜头就是德军打进了这个比利时 就把比利时那时候最好的图书馆 你把我放掉 把那是比利时啊 最好的图书馆 中古时代流的所有东西都烧毁了 回到野蛮了 你当英军美军 其实这韩国人都一样 军人都一样 给大家很大教训 做结论好吗 这本书 《最寒冷的冬天》 《寒战真相解密》 你觉得对我们的听众朋友 做一个寒战研究者 我们去研读 可以得到什么 跟大家介绍 做结论 从这本书 我觉得最重要的 可以了解 这个寒战的起源 那寒战对于我们这周边几个国家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推荐 读者一定要读 最后面那个章节 就是尾声那个部分 他提到了这个寒战对 对美国 日本 韩国 还有中国的影响是什么 那大家一定好好 把它看一下 这是影响到我们 现在的一个国际情势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 关键点 那大家一定要起了解 美国一流的记者 Prizzz 蒋得主 大卫 哈佛斯坦 虽然他在2007年因为车祸过世 但是他留下这本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目前 在西方世界 研究韩战一本经典之所 这本书 综艺本 最近在台湾上市 这是由八旗文化所出版的八旗 书名叫做 最寒冷的冬天 韩战真相解密 向大家介绍 我们也谢谢韩战的一个 业续研究者 当然是研究韩国语文 但是你也不断地研究 把你的心得跟读后心得跟大家分享 谢谢黄俊泰先生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各位听懂 谢谢